大熱天在路口旁 瘦小的身影坐著輪椅 前方整體小桌 擺滿了滿滿的沙棋脈 白板鞋上一個十元 台中這一位黃小姐是腦麻患者 平常跟先生在路口擺攤賣沙棋脈 買兩包有200多個 不一定的賣完 賣到大概6點回去 有一位高中老師蔡奇華 經過時看了覺得心疼 碰問想幫幫夫妻倆 沒想到引起網友廣大迴響 有的時候是馬上來就馬上沒有了 黃小姐已經跟著先生出來擺攤四五年 但都沒有一個固定的地點可以擺 再加上前一段時間天氣時好時壞 也影響到他們做生意 陰天突然下雨啊 就是西北雨那種天氣 然後就直接收攤 少賺了將近1000多塊吧 平時差七碼也有在接外送的訂單 以及熱心民眾在看到PO文後給予協助 讓他們的收入有稍稍穩定 以前很不好過 所以我就做一件傻事 就是把我太太的電動輪椅賣掉 我是想說 看看能不能賺回一些費用 幫他籌備一台電動輪椅 兩人育有一個孩子 目前小孩是有親戚照顧 社會局也有接觸個案 提醒民眾兩夫妻的理財觀念比較不好 擔心亂花錢 希望熱心民眾可以捧場支持協助他們 但是不要直接提供經濟接濟 七遇變新聞 陳出嫌禮 蔡影台 中長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